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祝老公成为集团掌权人后,他却逼我打掉孩子,执意要娶小青梅,我不再隐瞒,签字离婚,回归豪门,隔天宣布一消息,渣男疯了,轰动全城。 我从斯报馆出来,手机信息便轰炸般地涌来,在一声声恭喜声中,我冷下了眸子。 扫道说我深藏不露的评论我顿觉好笑。 江继望折服多年,重新成为江氏太子爷的消息,身为妻子的我刚刚才知道。 毕竟我已经两个月没见到江继望了,自从他青梅解除婚约后, 我这个妻子就变得名存实亡。 回家路上途经花店,我看着摆在店外的厨局开得正好,便带了一把回去。 迎着暮色回来,推开家门,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江继望,我讶异地挑挑眉。 江继望冷脸靠在沙发上,见到我时,面色滑过一丝嘲讽。 怎么离了我两个月,落魄到只买得起一束雏菊。 我放花的手微微顿了顿,抬眸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显然江继望今天的心情很不错,他只是转了转手上的邀请函。 再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江夫人,这宴会还是要来的。 言罢,他像是施舍一般,将邀请函轻轻地扔在了地上。 似是对我的反应不满,他抬手摸着我的下巴,眼底闪过一丝疑惑。 许之渺,你最近又在玩什么花样? 欲擒故纵。 我在心里轻笑了一声,也对,毕竟攻略江继望的这六年里, 我的生活全部都围着他转。 六年前,江继望被他小叔设计陷害从家里赶出来, 他小叔对他下了死守。 我接到系统任务找到江继望时,他已经奄奄一息, 我将他送到医院细心照料。 起早贪黑地照顾他的身体, 那个时候的江继望就是条落水狗。 从天到地的距离让他颓迷不已, 所以我每天除了照顾他还要给他进行心理疏导, 鼓励他走出阴霾。 半年后,江继望渐渐从腿迷中走了出来, 又在我的鼓励下开了新的公司。 太子爷之前的生活太过张扬, 一招落败大家都想踩一脚。 为了公司发展,江继望几乎把自己低到尘埃里, 半年相处中,就算是攻略, 我也是人,也会有感情。 我陪着江继望喝酒, 陪着江继望住出租屋, 陪着他求爷爷告奶奶弟请人办事。 拿下对公司至关重要的大单那天, 江继望颤着手许诺将来一定会给我买大房子, 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那天的晚风吹得动心, 以至于我蒙了心。 回忆太过眷恋, 现实就显得格外残忍。 我望着眼前陌生的江继望, 垂下眼眸, 却又溢不住心里最后一丝期盼。 去看看吧, 万一他只是和吕薇逢场作戏呢? 然而, 狗都比江继望奖良心。 我从幼儿园接到妞妞, 就带着他去做造型。 四岁的妞妞眨巴着眼睛, 用肉乎乎的小嘴亲了亲我。 妈妈, 昨天中午, 爸爸来幼儿园给我送了玩具。 我笑着刮了刮妞妞的鼻子, 爸爸送的玩具你喜欢吗? 妞妞咧开嘴, 用力点点头, 喜欢。 我最喜欢爸爸妈妈了。 闻眼我微微红了眼眶, 爸爸妈妈也最喜欢妞妞了。 走到这一步, 我不同意和江继望离婚, 一是因为我要在他身边待满十年, 才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二是因为妞妞。 虽然妞妞是我和江继望领养的孩子, 四年前, 我和江继望结婚没多久, 她就要去江城谈生意。 我给她收拾行李的过程中, 又眼皮一直在跳, 我总觉得不安, 便想着和她一起去。 车即将下高速的路口, 又便突来驶来一辆货车, 我第一反应就是把江继望抱在怀里, 随玻璃却扎进了我的肚子里。 见江继望没什么大碍, 我便昏了过去。 等在有意识, 我就躺在救护车上, 江继望在旁边哭着, 求我别睡。 我被推进手术室那一刻, 江继望跪在了手术室门口, 求我一定要撑住。 好在抢救手术做得很成功, 除了我, 再也不能成为母亲。 许时见我有些落寞, 那时的江继望便想尽办法逗我笑。 她笑着说, 没事, 只要我人没事就好, 她也不爱小孩。 但我整个人还是颓了下去, 毕竟在原来的世界我, 也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生育。 更何况, 这个世界里, 我好像爱上了江继望, 我想给她生个孩子。 许时见我销售得太快, 半年后的某天江继望回来时, 怀里多了个婴儿。 我诧异地伸手问她哪里来的, 她告诉她这几个月一直在联系福利院, 院长今天发了怀里婴儿的照片, 她看着就觉得很有缘, 便报了回来。 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们一家三口, 的确过了一段很好的日子, 直到吕薇解除婚约。 吕薇解除婚约那天, 江继望喝了个烂醉, 醒来后, 看着我的眼神隐隐有了探究。 之后, 江继望便开始经常不着家, 而我也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中量了心, 以至于走到现在的地步。 我带着妞妞走进宴会厅时, 江继望正带着吕薇招待来宾。 吕薇挽着江继望的手, 一副女主人的模样。 旁边的人都笑着称她一勾姜太太。 我捏紧拳头, 强撑着笑意, 带着妞妞入席。 刚坐下江继望的秘书便来我身边, 将妞妞带了过去。 我想着总归是孩子父亲, 江继望对妞妞还是有感情的。 便放了手。 吕薇看着走过去的妞妞愣了愣, 随后便笑意盈盈地捏着她的手, 和她说了句什么。 妞妞当即皱着眉头, 扑到江继望怀里, 江继望小声安抚着妞妞。 吕薇也在旁边轻声戏哄着。 从我这里看去, 他们才像一家人。 我假借饮酒, 避开众人探究和奚落的视野。 江继望的妹妹却向我发难。 妞妞扯着江继望来找我, 江鱼便笑着叫了吕薇一声嫂子, 随后一由所指地开口。 有些人怎么还看不清自己几斤几两, 在这纠战雀巢。 同席的人都笑着看向我, 我望着在旁边看戏的江继望, 想起当初她在她家人面前护着我说 不会让我受一点委屈。 我笑了一声。 我和江鱼这些年早就积怨已久, 她不满我这个嫂子, 我不满她不知分寸, 搅和别人家事。 一次又一次地忍让, 换来她的得寸进尺。 我也受够了, 不想忍了。 我拿起桌上的酒杯就往江鱼头上砸, 不是想看戏吗? 那就一起发疯。 江鱼不可置信地尖叫了起来, 我却一把抓着她的头发将她压在桌上, 随后拿着碎掉的酒瓶抵在她嘴边。 不会讲话就闭嘴。 场面顿时乱了起来, 江继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吕薇尖叫着冲了过来, 让我放手。 你怎么打人呀? 快放手, 今天这个场合很重要。 我刚将她的手甩到一边, 江继望便一脸紧张地将她抱在怀里。 她猝着眉, 愤怒道, 许知苗尼怎么变得这么粗鲁? 快点道歉。 我冷眼看着她, 就见吕薇缩在她怀里, 不住颤抖。 江继望心疼地看着吕薇, 似是想起什么一般。 你今天不道歉, 我们明天就离婚。 话落, 妞妞大声哭喊起来, 伸着小手打向吕薇。 坏阿姨, 坏阿姨, 破坏爸爸妈妈感情。 坏阿姨, 不要抱着爸爸。 我忍着脑海里系统疯狂响起的警告声, 看着面前泪流满面的妞妞, 握了握拳头, 抱着她走到了休息室。 整理好情绪后, 我打算找江继望聊聊。 我上了二楼, 刚想推开门, 就听见江继望用不屑的声音和她朋友说道, 许知苗, 她怎么敢和我离婚? 她要靠着我回到她的世界, 又怎么敢得罪我? 她呀, 一条可以被我利用随叫随到的哈巴狗而已。 我江在门外, 苦笑一声, 所以江继望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来攻略她的。 脑子一时有点乱, 我想先带着妞妞回家。 刚走下楼, 就看见吕薇面色严肃地拉着妞妞。 妞妞瞪大着眼睛, 一直在流泪, 我上前刚要把妞妞抱过来。 就听见吕薇带着哭声说道, 许知苗不是你的妈妈, 我才是你的妈妈。 我正正地站在原地, 两眼猛地溢黑。 下意识往后退却碰倒了宴会的酒台, 玻璃破碎的声音吸引了宾客的注意。 妞妞小跑过来, 惊慌地扑在我怀里, 小小的身子不断在抽气。 我僵硬地将她抱起来, 一地的玻璃一不小心就会划伤脚。 吕薇红着眼, 眼泪速速地落下, 她摇摇欲坠地走了过来, 朝着妞妞伸出手。 乖乖, 到妈妈这里来, 我才是你妈妈。 吕薇, 你在干什么? 江济望带着恼怒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抖着手回头, 直直地看着她。 江济望有些慌张地避开了我。 是真的吗? 我喃喃开口, 大脑一片空白。 我默然地看向她, 等着她解释, 等着她否认, 可是她没有。 吕薇的沉默如同个人的脚型。 我放下手中的妞妞, 为她整了整衣服, 轻轻地拍了拍她。 去爸爸那里。 妞妞红着眼, 看着毫无生气的我。 我说, 乖, 妈妈有点累。 她迟疑地迈出脚步, 我眨了眨眼伸手抚掉脸上的眼泪。 看着江济望煞白的脸,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 江济望, 你对我可真狠。 她面露荒色地看着我, 你听我解释。 我摇了摇头, 第一次觉得老天对我这么不公。 在另一个世界里, 爸妈的重心永远都是弟弟。 我在家里只是一个隐形人, 最后的价值就是给弟弟买车买房。 我没有得到过爱, 所以我想要被爱, 想要自己的小孩被爸爸妈妈爱。 所以, 在江济望抱着我说要给我买别墅, 抱着我说没有小孩也没事他只要我的开心的时候, 我可耻地动心了。 我以为自己终于有人爱了, 却爱的人可耻地守着自己被爱的幻境, 不愿往前一步。 直到这场梦境彻底被打碎, 我看着江济望淡然地笑了笑, 你实在是欺人太甚。 江济望脸上露出了挣扎的神色, 然后他像是想起什么一般, 没有血色的脸上又浮现了一丝希望。 他刚想说话, 身后的吕薇突然晕倒在地, 口里还低难着他的名字。 我站在原地看着江济望紧张地跑过去, 另一只手与他食指相扣。 倒在地上的吕薇挑衅地冲我勾了勾唇, 我垂下眼, 张嘴倾吐了几个字。 三, 就是上不了台面。 说完我转身就走, 妞妞想跟过来, 我却狠心甩开了他的手。 太累了, 我实在没有精力去照顾丈夫和小三的孩子。 我昏沉地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清早就被门铃声吵醒。 一开门, 江济望捧着一束花带着熟睡的妞妞站在门口。 清晨的阳光笼罩在他们身上, 刹那间我有些恍惚。 仿佛我只是做了一场梦, 一睁眼二十二岁的江济望, 便笑着站在门后等我。 二十二岁的江济望, 宠我爱我, 整颗心都给了我。 我看着面前的捧花人, 终于忍不住掩面而泣, 仿佛时间回到了从前。 江济望不忍吵醒贪睡的我, 便带着好玩的妞妞外出锻炼, 回家的路上, 看见我喜欢的花, 便带着满怀的爱意, 选了一束带回家。 在江济望得适前, 我每天都过着这样的日子, 无论他忙得有多晚, 回家的时候, 他总会想办法送我一束花。 回忆太过眷恋, 显得现实分外残忍。 我冷冷地打落江济望手中的花。 他缩回手, 僵硬开口, 妞妞, 昨天闹了一晚上, 他只要你, 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哄哄他? 喉间泛起血腥气, 我思着声音质问, 江济望,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不要脸? 骗我这么久你, 就没有良心不安。 江济望沉默了半晌开口了, 那你呢? 你接近我只是为了完成你的攻略任务, 妞妞也是我被告知你可能只是来攻略我的那天醉酒导致的。 我抖着手, 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不要脸。 连甩江济望三巴掌后, 我靠着门撑着一口气。 江济望你, 要么睁大你的狗眼, 要么张着你的狗耳去问问你的朋友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你真的太无耻了。 江济望刚想说什么, 衣服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江哥, 怎么样许之秒被你哄好了没? 哈哈哈哈, 江哥, 你今天不给力啊, 半个小时了, 许之秒那个甜狗还没原谅你。 实在不行, 回来再哄, 吕薇生日会要开始了。 江济望慌忙地想挂掉电话, 我好笑地看着他小丑一般的行径, 突然觉得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攻略的。 我伸手接过他怀里的妞妞, 在江济望重燃希望的目光下, 轻声说道, 走吧。 我抱着怀里的妞妞, 神态温柔地注视他, 如同从前一般。 江济望挠挠头, 落下一句, 你想清楚就好。 我看着他进了电梯, 是啊想清楚了。 我本来就是截然一人, 攻略失败又怎么样? 回不去又怎么样? 没人关心。 我带着妞妞闹腾地玩耍了一天, 待晚上, 我摸着妞妞的小脸, 靠在他耳边和他讲着悄悄话。 妞妞, 过几天你在爸爸家会收到一个快递, 是妈妈送给你的礼物。 但是你要答应妈妈, 一年只能拆一个好吗? 妞妞懵懂地抬起头, 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 好。 随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贴着我的脸, 懦懦开口, 妞妞永远爱妈妈。 我含着泪哄轻拍着哄她睡觉, 摸着她稚嫩的脸蛋, 脸庞划过几行青泪。 恨吗? 怎么不恨? 我费尽心血, 一手养大的孩子是江济旺和吕薇胜的。 可是孩子又有什么错呢? 只是我不能再爱她了, 爱她对我是更重的伤害。 待妞妞睡后, 我走到书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 这是几天前江济旺寄到我家来的, 是因为什么? 好像是吕薇她想要江济旺寄离婚协议, 给我作为她的生日愿望。 江济旺吃准了我不会签, 所以送的也轻巧。 我顶着系统疯狂的警告声在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而后打开手机安排好阿姨明天来接妞妞。 将协议书放进信箱后, 我在系统攻略失败, 宿主即将消亡的声音中闭上眼睛。 大脑意识开始变得迷糊, 当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的时候, 却发现我站在卧室床边, 可我的身体却依旧躺在床上。 我纳闷地望着自己的手, 直到门外的动静吸引了我的注意。 育儿嫂正牵着妞妞的手往电梯那边走。 昨晚我给她发消息叮嘱过, 接妞妞时不要来打扰我。 妞妞鼓着脸, 在她手中不断地挣扎。 阿姨, 我还没给妈妈送早安稳。 我保证只是亲亲妈妈, 不会吵醒她。 育儿嫂从妞妞出生就一直陪在她身边, 对她的撒娇没有任何办法。 她抱着妞妞来到房间门口, 轻声把妞妞放下。 妞妞迈着小短腿爬到我的床边, 拉着我的手亲了亲。 最后还是没忍住别嘴哭了出来, 她小声哽咽,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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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要我。 妈妈, 妈妈, 妞妞只有一个妈妈, 坏阿姨不是我的妈妈。 五岁的孩子不懂得大道理, 她只是察觉到一直爱她的母亲, 好像要离开她了。 妞妞顶着一脸泪在我脸上亲了亲, 育儿嫂推开房门越过我想将她抱走。 妞妞躲开她的手紧紧地贴着我, 在育儿嫂再一次伸手时喃喃道, 阿姨, 别抱我走, 妈妈的手好冷, 妞妞乖乖地, 不讲话, 就守在妈妈身边好不好。 妈妈的手真的好冷, 阿姨你给妈妈拿个暖手的好不好。 妞妞握着我的手, 努力哈气。 我站在一旁气不成声。 旁边的阿姨终于发现了我的不对劲, 叹了叹我的鼻息, 都着手拍着胸口拨打了120。 她低声轻哄着妞妞到她怀里去, 随后抱着妞妞打通了江继望的电话。 江继望不耐烦地接通了电话, 在得知我被送往医院后, 她迟疑了片刻, 随后便被吕薇的惊叫声吸引了过去。 我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睁开眼也站在了江继望身边。 我看着吕薇穿着一席红裙战, 站在玫瑰花中间扑向江继望, 手里还拿着一本房产证。 花炮从天而降, 一仰头, 场地中间拉着一条横幅。 恭喜吕薇女士成为玫瑰庄园楼主, 玫瑰物业助吕薇女士 和江继望先生百年好合, 白头偕老。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我看着江继望心不在焉地握着手机。 吕薇沉浸在巨大的欢喜中, 她看着手中的52号住宅, 欢喜不已, 我却清楚地看见江继望眼里的挣扎。 我流着泪, 讽刺地笑了笑。 你看, 原来江继望还记得她许诺过的话, 她还记得52号住宅是许诺要买给我的。 我抬头看着周边铺好的玫瑰花, 耳边响起江继望带着倦意的声音, 她伸手轻抚着吕薇的头发, 机械地开口, 你喜欢就好。 然而她的眼睛却一直望着喷泉的方向。 我站在原地看着的江继望, 忽然想起她23岁的样子。 23岁的江继望拿着花牵着我的手, 指着玫瑰庄园的示意图告诉我等她东山再起, 一定把52号住宅送给我。 那个时候的江继望牵着我走到玫瑰庄园的建筑外, 告诉我她要在外面给我修一个大喷泉。 我在她身后看着我们紧扣的手傻傻地问, 江继望, 那时候你还会这么爱我吗? 走在前头的江继望揪了一把我的脸, 指责我说什么胡话。 她一把抱起我, 就往前面跑, 一边跑一边说, 那时候的江继望一定比现在更爱许之鸟。 我看着27岁的江继望笑着想, 人呢, 还是以前好。 以前的江继望绝对想不到27岁的她对许之鸟厌恶至极, 一心只想着怎么逃离。 我擦掉痘大的眼泪, 突然觉得时间停在那一刻就好。 那个时候的许之鸟, 只要回头就能看见23岁的江继望捧着一束花, 笑眯眯地在身后等着她。 继望, 吕薇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可置信。 我一转头就看见江继望撒腿往外跑。 我跟了她一路, 看着她心不在焉地看了好几次手机, 而后带着急躁地望向红绿灯, 可惜天不遂人愿, 这一路都是红灯。 等江继望气喘吁吁地赶到医院时, 护士在急救室门口不耐地问着阿姨, 许之鸟的家属还要多久来? 阿姨正抱着哭泣的妞妞不住道歉, 江继望就白着脸走到护士面前, 我是病人的丈夫。 护士挑剔地看了她几眼, 你是吗? 留个这么大的孩子在家, 老婆病危都不知道。 擦擦你的口红印吧, 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江继望低着头, 听着护士骂, 她满眼空洞地望着前方,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吕薇跟在她身后赶来, 一见妞妞便眨着眼睛要抱她。 乖乖, 不哭不哭, 到妈妈这里来。 哎呀, 乖乖, 你怎么没穿袜子, 这感冒了怎么办? 不是亲生的就不知道怎么疼。 妞妞不断地闪躲, 避开她伸过来的手。 吕薇言辞之间满是对我的责怪, 但她没想到每次都站她那边的江继望, 第一次冲她发了火。 吕薇? 江继望整个人紧绷着, 随后像是厌倦了什么一般, 沉声开口, 不要吵到她了。 话音刚落, 吕薇的脸就僵在了原地, 她不敢置信地回头, 垂眼就是两滴泪。 在发现江继望没有任何反应后, 她突然干呕了一声, 拔腿往厕所跑去。 从厕所出来, 她虚弱地扶着墙, 做事又要晕过去, 育儿扫牢牢地扣住她。 哎哟, 小姐你这一天晕八百回的, 还是好好在家里待着吧, 不要什么都插一脚。 育儿扫不满地斜了她一眼。 吕薇自小就顺风顺水, 从来没受过委屈, 她耿着声音, 薇翘着嘴, 等着身后的江继望说话, 却发现她只是愣愣地, 看着病房的方向。 她不满地跺跺脚, 却又不肯离去, 当医生从病房处来说, 已经尽力了。 但是病人求生意识很弱, 可撑不了多久时, 她眼底闪过了明显的窃喜。 在她勾唇那一刻, 我清楚地看见妞妞望着她眼底闪过的恶意。 江继望有些烦躁地走出医院, 她站在车前不耐地抽着烟, 吕薇在旁边轻柔地安抚着她。 继望, 没事的, 现在医疗这么发达, 讲不定哪天之妙就醒来了。 之妙这么爱妞妞, 肯定也舍不得抛下妞妞。 说着她伸手抚平江继望的眉眼, 继望, 我不喜欢你皱眉, 你放心, 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一起解决。 江继墨望揽着吕薇, 眼神却开始恍惚, 毕竟这句话我曾在江继望落寞那几年, 对她说了无数次。 不知道是这句话唤起她沉寂已久的良心, 还是我可能再也不会醒来这件事刺激到了江继望。 她突然甩开吕薇的手, 安排助理送她回家后便驾车离开。 路过花店, 她专程下车买了一捧杨洁梗, 还有雏菊。 我看着她开车驶入城中村, 看着她脚步逐渐轻快起来, 看着她眼底逐渐亮起微光。 我突然知道她要去干什么, 她想找到老房子里我为她写的日记, 想用她确认点什么, 或者想用她来唤醒我。 可是没用的, 江继望当下抓不住的东西, 之后怎么弥补都是无用的。 我看着她捧着花推开门, 却在看见空空如也的屋子后, 变了脸色。 她将花倾放在桌子上门, 扑进小小的书房, 在柜子里翻找。 终于翻到了粉红封面的那本日记, 江继望将她抱在胸前, 庆幸地输了一口气, 随后开始呜夜。 我好笑地望着这一幕, 男人就是贱, 人在的时候不珍惜, 人要走了又在这里演戏。 不过我很期待江继望翻开日记的样子, 毕竟我在最后一页送了她一份大礼。 江继望翻开日记, 看着我和她在这间屋子里 一点一滴的回忆。 我看着她颤着手捧着本子, 跪在地上不停地抽气, 听着她无措又绝望地低喊, 你醒过来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怀疑你对我的爱。 我看着她翻着本子, 直到最后一页, 整个人僵在原地。 那天, 我正好收到她寄来的离婚协议书, 我拿着花来到了这里, 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 接到攻略任务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时间过得好快, 我本以为我可以在这个世界待到老, 可惜呀, 老天从不眷顾我。 收到江济网寄来的离婚协议书, 我看着夹在协议书里她和吕薇的照片, 猛然察觉我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 这几年她越来越好, 我和她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我也试图挽救过, 但都没有用。 人哪爱和不爱的时候太明显了, 坦然一点吧, 接受她已经不爱我的事实。 但妞妞还小, 我不想让她失去母亲, 这份离婚协议等妞妞再大一点, 我就签。 不爱了就放过彼此吧, 我累了。 江济网愣在原地, 反复妈撒着最后一句话, 电话的响声让她从回忆里抽身, 吕薇略带愉悦的声音传来。 济网, 芝苗把离婚协议寄过来了, 她签字了爱。 手机从江济网手中掉落, 我看着她抬手捂住脸, 整个人蜷缩着不住地颤抖。 她嘴里不住地重复着,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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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离开我, 我真的错了。 我略带快意地看着这一切, 江济网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明白了, 我醒不过来了, 签署离婚协议就意味着攻略失败, 我的死是她亲手递的刀。 江济网在地上跪坐了一夜, 整个人恍惚地望着桌上那一束花。 苗苗, 你怎么还不把花插起来? 她亮呛地走了过去, 学着我的样子把花一枝一枝放到花瓶里, 仿佛那样我就会从她身后出现念叨着她又糟蹋了我的花。 门外响起快递员敲门的声音, 我忽然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 锦鱼公司的老总总会在这时候给我送一份礼物, 她和她夫人对我很好。 江济网木讷地接过快递, 在看见寄贱人后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看着她白着脸拆开快递, 在看见贺卡的内容后轮起手就往脸上打, 眼里满是悔意。 在这一刻,我终于确定江济网是后悔了。 她弯着腰哀求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 告诉你了呢? 你之后就不会这么对我吗? 你不会,我在心里想。 我知道她想要我说什么, 江济网创业之初困难重重, 她小叔处处打压她。 公司步步艰难, 走投无路之时, 江济网决定放手一搏。 她拿着全部的身价竞争仅于公司的项目, 我常常陪着她端着策划书还有泡面 在仅于公司楼下等一个自荐的机会。 我们在楼下等了半个月却毫无进展, 直到有一天, 我单独在公司楼下, 一个疯子拿着刀, 在公司门口挟持了一个女生乱砍。 我拿着货牌压制住了疯子, 就吓了那个女生。 锦鱼老总跑过来感谢我, 我才知道那是她夫人。 第二天, 我就得到了自荐的机会, 加上人情锦鱼老板当场就要签合同。 我委婉地拒绝了她, 并问她能不能为我保密, 等我先生来签。 锦鱼老板哈哈大笑, 同意了我的要求。 她夫人送我下楼, 叮嘱了我一句话, 千金亦得, 有情郎难寻, 一定要给自己留后路。 我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所以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没有告诉江继望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她, 急需一件事来证明自己。 她那么傲气的人, 被踩在泥坑里, 只愿意自己站起来。 别人帮她只会让她更难受。 我望着江继望, 突然发现我是恨她的。 我恨她无情, 恨她薄情寡义, 所以我祝她孤独终老。 窗外刮起大风, 与噼里啪啦地砸在窗户上。 江继望不耐烦地 接起震动不已的手机。 电话那头, 吕薇的哀嚎夹杂着 妞妞的尖叫声传来。 寄望, 妞妞刚刚推了我一把, 怎么办? 我流了好多的血, 我们的孩子保不住了。 你快过来, 我好害怕。 江继望默然地挂断电话, 我看着她开车赶往医院。 推开门, 吕薇正虚弱地躺在床上, 妞妞肿着脸站在她身边。 一见江继望吕薇 变不住地掉眼泪, 她娇弱地直起身, 随后咳嗽不已。 寄望, 是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我看你最近不开心, 想着晚点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都怪我没站稳, 我期盼了好久的孩子没了。 吕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伸手拽住江继望的衣角。 江继望垂下眼, 还是伸手替她擦了眼泪。 眼前这一幕 在我眼前不断放慢, 我摇摇头压住心里的酸涩。 你看, 男人的忏悔是这个世界上最假的东西, 他们太会眼了。 得不到偏爱的人, 拿着全部的爱都未不熟一条白眼狼, 而被偏爱的只要伸手, 白眼狼就会死气白赖地跟上去。 妞妞肿着脸, 盯着吕薇, 眼里充满了厌恶, 她突然大哭起来, 坏阿姨打妞妞, 还推妞妞。 妞妞要妈妈, 把妈妈还给妞妞。 坏阿姨在家里撕妈妈和妞妞的照片, 打碎妈妈送给妞妞的礼物, 坏阿姨不是个好人。 妞妞尖叫着在病房里哭喊, 吕薇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望着她。 随后, 她一巴掌打在妞妞脸上, 她愿毒地盯着妞妞。 你个小骗子, 果然家教不正, 我就说那种女人能教出什么好东西。 妞妞狠狠地咬住她的手, 满脸都是愤闷。 嘶, 死小孩还敢咬我。 松口, 最后告诉你一次, 那个蠢女人不是你妈, 她也回不来了, 她马上要死了。 她, 江济旺一巴掌打在吕薇脸上。 吕薇捂着脸, 压抑地望着江济旺, 可能是自己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孩子和她不亲, 又或者是江济旺的态度刺激到了她。 吕薇忽然大笑了起来, 随后恶狠狠地指着妞妞。 江济旺, 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让我生下她, 是你想要个孩子。 你说把孩子给许之苗养, 这样她就没有太多精力管你。 所以我才生了个白眼狼。 妞妞文言倔强地仰头, 大喊, 我才不想被你生出来。 你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女人。 妞妞咬牙吼道, 吕薇面色猛地沉了下去, 她捏着妞妞的脸, 那你呢?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你是我这个坏女人 破坏别人家庭的证据。 你一个不清不楚的私生子。 妞妞到底还小, 几句话便撑不住大哭了起来。 江济旺冷着脸抱起妞妞, 轻声嘀哄着, 随后抬头满是厌恶地望着吕薇。 吕薇? 你是不是疯了? 连孩子都要计较。 吕薇皱着眉突然苦笑, 计较。 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 为了我讨厌的女人, 推我下楼, 害我流产, 你说我计较。 江济旺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 冷声道, 孩子掉了也好, 你不适合当母亲。 吕薇似乎没想到她会这么绝情, 她脸色难看地望着江济旺, 却见她摸着妞妞的脸, 又补了一刀。 怎么, 当了这么久的小三, 看不清自己的位置。 吕薇急喘着气, 拿起枕头, 就往江济旺身上扔。 滚, 你给我滚。 江济旺嘲讽地笑了笑, 房子记得还回来, 你不配住那个房子。 之后的几日, 江济旺除了去公司, 就是抱着妞妞到病房外等我。 直到某天中午, 江济旺正捧着花在病房门口看我, 却接到公司法务的紧急电话。 吕薇把他们公司的机密卖掉了。 江济旺脸色难看地放下花, 急匆匆地往公司赶去。 奔向地下车库的时候, 远处驶来一辆车速极快的车, 砰的一声响, 江济旺被撞出车外。 我看着他倒在血泊里, 望着我的方向, 笑着伸出手。 而他身后, 坐在另一辆车驾驶座的吕薇 状态风魔地拿着一把刀下了车。 我看着吕薇拿着刀, 对着江济旺砍了下去。 耳边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警告! 系统八! 主角世界即将重置。 渣男视角濒死那一刻, 我在前方看见了支苗, 她笑着站在白光里看着我。 随后, 我就看见吕薇这个疯女人 拿着刀向我砍来。 待我从白光中醒来, 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睁开眼就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旁边的秘书见我醒来, 急忙将我扶起, 问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见我摇摇头, 他便一脸愤懑地 告知我吕薇那个疯子 已经被警察抓走了。 随后, 他试探性地问我 要不要签谅解书。 我摇了摇头, 让他找个好律师, 能判无期就判无期。 我让秘书找出一些文件发给媒体, 里面是吕薇虐待动物的证据。 对于这种疯子,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后, 我问他, 支苗有没有醒来, 再看见秘书脸上迷茫的表情, 我的心顿时一沉。 我想起那日昏迷前, 我迷迷糊糊间听见的机械声, 心猛地坠了下去。 我想过各种结局, 却独独没想过他会从这个世界消失。 在他躺进ICU的那天, 我就后悔了, 后悔这几年对他这么差。 我总是觉得他在欺骗我, 可看着他躺在病床毫无生气的样子, 我的脑海里闪回的都是他对我的好。 这几年, 我对他不好, 开始是对攻略知识耿耿于怀, 后来又在花天酒地中看不清自己的感情。 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之后可以慢慢补偿他, 可我没想过他会离开我, 甚至再也回不来。 我以为我和他会白头到老的, 可是他不会等我了。 出院后, 我的身体机能大不如前。 我将手里大部分的钱都以许之渺的名义捐赠了出去, 希望能为他积点福报, 在另一个世界遇到好人, 不要遇到我这样只会让他难过的人。 今天仅于公司老总的儿子新婚, 他给我寄了一份请柬。 宴会上我端着酒失探性地问他是否还记得植苗, 却见他豪气地拍拍我的肩, 向别人介绍我这个年轻人, 很有出息, 当初为了搞定合同, 在他们公司守了一个月。 我失望地笑了笑, 便收回了手, 刚入席, 漫天的鲜花就从空中飘落。 红毯上新娘子捧花, 在新郎期盼的目光下缓缓走来, 我望着新娘熟悉的脸庞, 慌乱地端起桌上的酒杯, 挡住面上的事态。 我看着许之鸟穿着婚纱从我身边走过, 满眼都是笑得见不到眼睛的新郎。 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主角世界重启的意思, 许之鸟拥有了新的人生, 他彻底忘了我, 在这个世界只有我才记得许之鸟。 台上的新娘满脸憧憬, 她的眼中却再也没有我。 我在身后看着新郎结结巴巴地念着誓词, 看着新娘调皮地伸手勾了勾新郎, 让新郎满脸通红。 我忽然想起, 那年她陪我住在出租屋里, 顶着半价买到的头纱, 笑盈盈地将一拉罐戒指拿出来, 告诉满脸紧张的我, 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 那时候, 我想等我有钱了, 一定会给她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买一个比一拉罐口还大的钻戒。 可是我食言了, 我望着台上的新娘不敢眨眼, 可宴席总归是要散了, 有些事注定是回不来的。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我辞去公司的职务, 在家养病。 一天早上, 我推开窗, 发现房子外面的花开得格外好, 我便撑着身体, 外出踩了几只。 刚回家, 警察就在门口等我, 他们说, 吕薇揭发举报, 我公司偷税漏税并行贿, 我笑了笑坦然地伸出手, 无望的日子我也不想继续过下去了。 半夜, 我体力不支地倒在监狱的地板上, 我躺在地上等待死亡降临的那一刻, 忽然在想。 当初在我面前那么爱哭的姑娘, 签完离婚协议, 躺在床上等, 死是什么心情? 我怎么就让她受了那么多委屈? 满腹的愧疚却再也不能补偿, 我只能咀嚼着回忆一次又一次凌迟自己。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